哎呦我的上帝呀 你能想象在美国换一本吸护照要多久吗 护照过期了 神经换新的 中美两个国家都会做的同样一件事 中国通常就是15天 不超过一个月 加急的可以在一周内搞定 而且收费只是140人民币 哪怕你是在美国通过中国大使馆来换 也是同样的时效 而美国呢 普通的时效是10到12周 也就是两三个月 收费110美元 等不及的话你可以办加急嘛 多交60美元就好了 那加急能有多快呢 4到6周 是吗 这也觉得慢 你们真的是难伺候啊 要知道效率快这种事 只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好 那如果你真有急事 三天之内就必须要出国 可以 你赶紧去相应的地点去当面处理 那这样的话 三天内就能搞定了 厉害吧 别走啊 还没说完呢 提醒你一下 那些地点可是要提前预约的哦 而且你不一定能在三天内预约到的哦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效率会怎么样想呢 当然了我还没有说完 如果你的美国绿卡换新需要多久呢 十到十二个月 趴了吧 我还没有说完呢 我还没有说完呢 感谢观看